大家好,我是Edit,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 今天有一件很特別的事,所以我選擇拍Vlog 我接收商台的邀請,會去商台接受錄音訪問 主題是跟手帳文化有關 其實我真的挺開心,而且很感恩 這幾年都有不少的邀請 不論是之前的工作坊,還是這類的訪問 可以讓我去分享手帳究竟有什麼好處 以及推動寫手帳的文化 所以我都很想把這件事記錄下來 和大家分享一下一會兒會發生的事 其實錄音訪問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的 原來他都會預先去檢查一些問題 讓你可以預先預備好 而去電台訪問,有些是現場會錄影的 但我這次只是錄音的 那一會兒再說吧 前面就是商台了 我約了四點鐘 那我就會在Reception說 我約了哪一個主持 然後他就會帶我上去 那一會兒看看這個機會 可以拍一些錄音室給大家看看吧 就算你去選手帳也是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 加上就是接納自己不一定是要原理 即是我畫下的 就算我又不是藝術家 那我畫下的是怎樣也好 就是我的創作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讓自己在獨處的空間 有一個接納自己的感受 接納自己原來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也是很幫到我去面對自己不同的心情 而這些東西就慢慢變 就是讓我可以 不會屈住屈住 個人可以抒發到一些不同的感受 好 現在剛剛錄完了這個錄音了 其實真的很快 整個過程 現在幾點了 現在是 不知道現在幾點了 但真的很特別 這個經歷 而且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電台主持是 腦子轉得很快 真的 我自己都覺得 人家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還有每一個 可能我們覺得很短的 電台錄音 其實背後所付出的很多不同的研究 還有怎樣去製作稿 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我自己都很開心 今天可以接受這個訪問 那我們就 今天這個訪問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不知道這段影片出門的時候 他預約了那個訪問出門沒有 但是如果他出門了的話 大家也可以去回商桌人網站 聽回replay 做完這個訪問之後 我真的覺得自己說話很不聰明 要多一點進步 希望翌日都會有其他的機會 可以接受訪問 或者是推動手帳文化 給多些人有機會認識手帳 還有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幫到他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